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贝离网爱教育学院,国爱线上学堂 WatchGuard 4 次带防卫想象教室,今天进入到 WatchGuard 起床妙记的第十季,时间过轮化,实际我们在第十部影片,Q&A 第十部影片, 今天要跟各位说明什么呢?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Block Size 的例外清单,这是最近有个客户所遇到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我们如何在 WatchGuard 里面的话,我们要新增例外的一个清单,为什么要新增例外清单呢? 那我等会跟各位说明,一般我们 Block Size 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内部或是外部有人在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行为以后,或是我今天流量突然变大,被我们 IPS 或是被我们里面的 WatchGuard 防护的一个机制所侦测到的时候,他会暂时 Default 帮你 Block 20分钟, 首先的话呢,我们如何去新增例外的清单,点选我们这边有个 Block Size 的按钮,一个页线我们点进去,接着的话呢,在我们这边, Block Size 的例外,然后我们点选新增, 好,那点选新增的话呢,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选项,包含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 FQDN,一个 Domain,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新增一个网段,这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一般的话我们有些客户,他会把 DNS 把它放在例外清单,真的有人内部的 DNS 真的很不幸中毒,在发大量的风暴,结果被我们 Block Size 侦测到之后,DNS 就被我们发过阻挡掉了, 就会造成我们内部的网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网,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把我们这个 DNS 放在我们例外清单里面,或是将我们 AD 放在例外清单里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网页的界面,或是在我们的 WSN 里面,我们可以把某个 IP 透过我们的网页或 WSN 加入到我们 WSN 里面,那这是一个客户抠下来,给我一个错误讯息哦,诶,对不起, 好,一个错误讯息,好,这边有个错误讯息就是说,好,那这个 192.18.20.114 这个 IP 已经在我们的例外清单里面,好,那所以这个 IP 它要把它加到 Block Size 里面的时候,它加不进去,好,那这时候的话呢,那可能要, 不是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在 Block Size 里面,把这一笔 IP 把它移除到我们的意义,在我们的例外清单里面把它移除,那这个 IP 才可以透过 Block Size 把它加进去, OK,好,那今天 Block Size 的另外清单,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好,我是备网资讯的吴鸿玉,不爱儿,那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对于我们的影片,或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和我联系,好,我会尽快地替各位服务,好,那这边的话呢, 那是我们贝勇网交易学院,YouTube 的频道,以及我们 Facebook 的粉丝团,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一扫描 QR Code,订阅我们,加入我们,替我们打打器,替我们按个赞,好,我们将会定时 Update 最新的影片给各位,好,那今天的课程的话呢,就到这里了,我是贝勇网资讯的温宇,不爱儿,那期待我们下次再相见,拜拜。